漫入第69个年头的康城电影节 目前还在法国康城进行当中 这些入围的20部影片当中少了中文电影 而亚洲代表只有韩国和菲律宾的作品 当中韩国赫赫有名的导演朴赞玉 首次大胆挑战了同性恋的题材 电影《下女的诱惑》分光入围 由于影片尺度大 不乏许多性爱和女女恋的暧昧画面 进而掀起了不少的话题 但是这位资深导演成亲 并非刻意的挑战普世的价值观 而是希望大家能以开放的态度 来接受这一部电影 韩国导演朴赞玉的作品 向来以黑色诡异著称 这一次大胆挑战同性恋题材 拍摄一部改编英国小说的电影《下女的诱惑》 让他成功三度入围康城主竞赛片 与其他19部作品一较高下 在预告片曝光后 超到尺度的性爱情景 同性恋之间的暧昧聊播 让电影未上映又话题性十足 挑战与直言 剧本并非刻意注入挑战世俗的内容 这些都是同性恋对另一半表达爱意的动作 希望观众可以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这部电影 下女的诱惑是一部爱情悬疑电影 根据英国作家沙拉沃特斯的小说 只将情挑改编 描述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时期 贵族小姐继承巨额财产 结果被骗子盯上 还请来帮手潜入当下女 靠近这位贵族 不料这一场贪财骗局 在欲望阴谋和情欲的交织下 发展成始料未及的同性爱情故事 电影两天前在康城电影节首映 并预计10月5号上映